我們問一下昨天的國會改革三度通過 如果民進黨會再出找 我正議員好像說要提這個複議的話 會拖了這個一個月 那民進黨團提示線 更可能會拖到半年以上 那大法官又都是民進黨的人 最後萬一無效的話 這邊的話藍團會怎麼辦 首先複議要提就提啦 那事實上 這次國民黨展現很堅定的一個信心跟決心 所以因此 也不再怕他們提複議 那複議過來 那我們就透過表決 然後來去否決他們的這個提案 那另外大法官的解釋的部分的話 我也要這邊鄭重的 雖然大法官都是民進黨提名的人 那外界對他們有很高的不信任 但是我還是希望這些大法官們 能夠本於今天對憲法的尊重 對於國會的尊重 那立法院是這個憲政機關 所以比方說像昨天有看到監察院 也發個文號說這個立法院違憲 真是笑話一場 監察院跟立法院都是行政機關 那監察院憑什麼對於立法的事項 來去說三道四 同樣的大法官在解釋憲法的過程當中 也要避免所謂的大法官過動 大法官過度的擴張自己的解釋權利 其實也是一種違憲的行為 那最後事實上我覺得招招攬 不管從程序從實質來看的話 事實上這一次的國會改革版本 在討論比起民進黨 討論要多將近所謂一百倍的那種情況之下 那沒有什麼程序的問題 事實查的中心也認為這程序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同時在實質內容的部分 全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都有所謂的聽證調查權 都有所謂的藐視博會罪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到了台灣就變成是違憲的行為 所以民進黨的這種政治語言政治操作 那會不會影響大法官 我不是他們沒辦法帶他們智慧 但是對我們捍衛國會 以及捍衛我們憲政的民主制衡 以及讓陽光照進政府來去清查弊案這個決心 我們不會有任何動揚 是 那像這次的表決 政院就要韓院長暫緩 那總統府也有發聲明說不符合社會的高度期待 那賴總統才剛上任是不是就想要操聽這個國會 是不是應該要不要這麼快就來智慧 其實我昨天在這個最後的發表感言 我曾經有講 我就說我非常感謝邱毅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在委員會 還不是包括院會 院會那四天不算 在委員會階段一場公聽會 三場公聽會一場專報兩次審查 總共花了一千五百分鐘 民進黨擁長發言 然後我們也是按照這個程序當中 進行逐條的審查 一千五百分鐘 結果民進黨說沒有討論 邱毅寅在全國國人面前展示了 如何在三分鐘之內 把所有有意義的聲音當作無意義 無視 然後要求黨政黨協商的那個聲音 當作沒有人提議要求政黨協商的這種方式 沒收發言 沒收討論 甚至沒收大家的意義 然後直接強迫觀山 三分鐘對一千五百分鐘 那民進黨還好意思說 這一千五百分鐘叫做沒有討論 所以因此民進黨所有程序主張 說穿了一句話 連魏洋自己都說 民進黨過去就是爛權 程序的爛權 對不對 那連事實查的中心也都說 基本上 這次的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審查 程序上並沒有問題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進黨你還要繼續凹下去嗎 你只能夠去用 你的國家機器 然後去 當家鬧事 帶頭造反 就是你自己執政者造 執政者的反 你也沒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 那禮拜五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不能穿這樣 對 那會不會不習慣 當然我覺得 就是說 韓院長的那個出發點是好的 所以基本上 我想也對 好那 因為 平常的穿著 是看立委的同僚嘛 所以立委同僚主流的穿著 大約分都比較輕鬆一點 那既然這個國會部分 大家希望說更有莊嚴性的話 所以在那個院會的部分的話 我就會 拳套 只是要 回去要多準備幾套就是了 我平常比較沒有在穿全套的西裝 那像我們院會就是常常會要有工房 如果不穿球鞋會不會很難 有這種狀況 我很好奇民進黨會不會照做 那國民黨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我會配合 但是民進黨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民進黨會不會照做 我因為想問一下那個 國會改的罰案的那個罰款啊 就是只有寫員 然後少寫新台幣 然後郭博文就說 這樣子的罰金要罰三倍 那想問一下怎麼看 民進黨會不會這樣凸顯出 其實立法過程好像沒有那麼的嚴謹 我真的說實在話 我就會快要被民進黨笑死 昨天我們在提文字修正 民進黨就是在講說 那文字修正 這個叫實質修正 你要退回 退回惡毒 那你不要亂 這文字就沒有爭議了 我告訴你 因為法條凡句 有文字錯誤 或是用語不統一的情況 在所必然 民進黨過去審議過很多的案子 也都有文字不統一 或文字錯誤 剛剛講那個語言是漏字 過去很多的例子 漏字可以加上去 那民進黨昨天是 民進黨你反對做文字修正 是民進黨反對做文字修正 那另外民進黨講的物件 也是個笑話 為什麼呢 國民黨的條文裡面是用檔案 資料文件檔案 其實這三個是類似概念 都是文書性的東西 可是民進黨其實 他要求更大 你知道他要物件 物件跟檔案 物件的要求是更多 所以對民眾的負擔要求是更大的 所以嚴格來講 這是民進黨用物件 那民進黨不是一直講要限縮嗎 要這個要自制 但更正的重點是 因為有些條文是採取民進黨 所以本來的條文的語例是統一的 就是文件檔案是語意統一的 就是用詞是統一的 那民進黨就突然出現一個物件 所以其實這個文字 這個所謂的文字修正 三讀的修正是包含把所謂的用語統一 那民進黨既然反對 那就就你們去反對嘛 那你只會造成說今天這個法律 會留下一個不太一次的一個缺口 事實上過去也有所謂的用語統一的 這樣的一個潛力在裡面 那也是民進黨在這個 當家的時候 曾經有過了很多議案 那我想民進黨說真的就找藉口而已 委員我問一下 昨天這個場外看見的人群 結果吵到這個病棚 基本上是第一次了 昨天生意的時候還開了這個電音咖 然後結果還用那個閃光在閃 那昨天這個繼續唱歌啊 電音閃話不斷了 因為重症一分群都進得到 那對面的兒童的這個病棚 吵到睡不著 結果這些抗議的民眾嗆說 是不懂事文化喔 他內部人都罵這個島地運牌 還有就是九十民進黨的社育 去想想看江星比星 會在兒童病房裡面 第一個 孩子相對是比較脆弱 他又在生病的狀態 如果是你自己 你生病住在醫院裡面 你會願意被吵嗎 你會願意被整個晚上沒辦法 那個安眠嘛 所以有些東西說實在就是 將心比心 那當然 你要去表達政治意見 那是個人的自由 但是還是將心比心比較好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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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